欢迎回来 香港政府以港版国安法 对6名的海外港人发布了通气 包括了美国的公民朱牧民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六声明举出 中共容不下人民的自由思想 企图将影响力扩展到境外 美国和其他自由国家 将继续保护自己的人民 让他们不受到中共威权主义的 长臂管辖威胁